反修例的動亂影響是遍及全港每一個行業的 我都聽到一些馬蹄路、我的朋友都說 原來大台也有一套警察的劇集拍攝也很有問題 大家在街上拍戲的時候也不要穿衣服 到真的拍的時候才穿 這件事在以前香港是不可能的 現在很多無謂人在搞 這件事令行業雪上加傷 再加上年尾新冠肺炎的影響 所有劇組都停了 攬炒對於我來說 不是這件事 因為我們六年後 濟水也試過 暴動也試過 我們有窮人底 一個麵包 兩個弟妹分來吃 一頓飯 吃幾頓都可以 但是小朋友 你攬炒過沒有? 你那些享受 真的行不行? 很感恩現在是消費和浪費的年代 你剛剛過了 剛剛過了小朋友 沒有了 好便宜去旅行 好便宜去消費 亂買呀 亂玩呀 那些 沒有了 拜拜 現在又在辣褲頭 因為爸爸媽媽又失業了 沒有了 就試一下攬炒 去學一下 學一下怎樣適應 學一下怎樣 又再上街頭去爭取 攬炒手板和政府拿 或者拿不到便罵 身為香港人 身為中國人 現在來講 香港發生這樣的事 我想 就 麻煩了 大家同坐一條船 不要再搞什麼顏色 不要再什麼 什麼和理物 好嗎? 你怎麼可能在這個時候 你還來到雪上家鄉 還要落井下石 那我覺得 希望收手 為甚麼 你這次 你怎麼可能